為了萬華長沙第二段這間金玉堂文具店 才開門不到一年的時間 就已經貼出結束營業的公告 甚至還打出清倉友會 從門口到櫃台 清倉友會公告貼滿滿 但看看裡頭的商品還這麼多 從基本文具用品到襪子 皮夾 甚至廚房用品統統有 說是生活百貨也不為過 反而是顧客稀稀落落 這也難怪業者撐不住 不過會影響生意的 還有個關鍵因素 就是新門町商圈這周邊 文具店實在太多 走到新門町捷刃站6號出口 旁邊就是另一家大型連鎖 九大文具店 雖然開在地下一樓 不過實際觀察發現 同時段來客數 明顯比金玉堂來得多 100公尺外就是另一間 來自香港的連鎖文具店 文林文具 開在觀光客最愛的 阿宗面線正對面 除了當地顧客之外 也有外國觀光客 生意同樣不差 那到底為什麼金玉堂撐不下去 現在有很多文具店 都已經切入網購平台的市場 因此實體店的經營是蠻艱辛的 攤開地圖來看 新門町捷刃站方圓500公尺 就有123456家文具店 密度實在高 若是以便利性來看 確實會選擇捷刃站周邊的來購物 而房仲也透露 這些地段租金價格差異很大 6號出口周邊一樓店面 每瓶約1到2萬 若是像九大一樣在地下室 那麼還能有5折優惠 若是外圍長沙昆明街 每瓶最高可到2500元 在疫情前的高點 每一瓶超過2萬元以上 現在的租金行情最高行情 只回到疫情前的65折到75折左右 雖然現在電租沒有先前來得高 但在文具店敗家真名的時代 不只要比商品多樣順利 還得看誰能抵得住時間洪流